聂平和蔡宁都是娱乐圈的前辈级别人物 聂平在主持行业也是经历过风雨的女主持人 然而,蔡宁也是小品界大有名气的演员 两个人在性格上也是有些许的不同 聂平给人的感觉就是谨慎 而蔡宁给人的感觉就是幽默风趣 两个人一起合作,一定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互相调侃,如果是生活上的小细节 那一定会给人带来乐趣 当聂平遇上蔡宁,聂平对于蔡宁的表述 就是一整个晚上都在化妆 然而,蔡宁也并不示弱 她调侃妮品在主持界达到很高的境界 然而在自己的体型上,也是刨出一个新的境界 对于这样的模式,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一片爆笑 对于这样的调侃方式,不仅不会给人拿开的感觉 反而会让人觉得非常有趣 两人相处方式非常舒服 蔡宁对你品的名称是泥巴,非常可爱 快三十年的友情,也实在让人羡慕 其实,蔡宁本人非常爱美,真是很多 粉丝都知道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是爱美的 只是爱美的程度高低的问题 因为看到蔡宁无论是在节目中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中 都能看得出蔡宁每次的出现都会戴着浓浓的妆容 就是因为倪萍和蔡宁在一起住 倪萍和蔡宁在一个房间的时候 蔡宁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她那张脸上 这也难怪倪萍会调侃蔡宁睁眼闭眼都在化妆 倪萍的形象走样,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曾经作为主持人的倪萍与现状真的有着很大的差距 对于她的胖提醒也是很多人都知道 当蔡宁调谈倪萍胖的时候 倪萍并不会因为此而感到尴尬 因为她当蔡宁对她所说的话 当成是激励自己的动力 当60岁的倪萍和57岁的蔡宁同化时 可以看出倪萍看起来确实是老太一点 眼部的皱纹要比蔡宁多得多 气色看起来似乎有些虚弱 但是蔡宁看起来却十分的精神抖擞 而且气血也是非常的好 脸上的皱纹也很少 不少网友也表示 差了三岁差距竟然这么大 倪萍在节目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她说她要在她60岁的时候重新开始 当观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一定会感觉对蔡宁有欣慰的感觉 或许当所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蔡宁的两个字就打断了所有人的话语要风 听到这话 其他人听到肯定会让人沉默无语 但是从蔡宁的嘴里说出来 那意义又不一样了 现在的倪萍看起来 比以往支售了很多 在个人形象上看起来是比蔡宁要大很多一样 可是实际上蔡宁的年龄 只是比你平小两岁而已 虽然看到的差距是那么的大 但是很多人觉得 蔡宁是会保养自己 会保养自己的皮肤 也会管理好自己的形象 看到蔡宁 绝对的可以提醒所有的女性 女人爱美是不分年龄段的 每个年龄段都有属于自己美的姿态 只要好好地管理自己的形象就可以了 或许也是因为蔡宁是喜剧演员 保持着一颗很好的心态 所以或让自己的形象也和心态一样年轻化 这样的颜值 却实让同龄人羡慕 我们下期待吧